当初眼神空洞无神的沈可霆 终于如释重负露出了笑容 沈可霆案是2017年 发生在马来西亚的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此案在马来西亚国内引发相当大的关注 当时22岁的华裔女子沈可霆 深夜驾车撞上一群危险骑乘自行车的青少年 他们用身体呈现一字型的方式飙车 沈可霆闪避不及直接撞上 造成13至16岁少年8人死亡8人受伤 2022年4月沈可霆被依危险驾驶罪罪名成立 遭判处6年徒刑 外加罚款马币6000元 判决出炉时引发许多马来西亚民众不满 不过昨日最新判决出炉 法官宣布推翻原判决 沈可霆被判无罪当庭释放 法官审判时的两个问题 更被许多网友封为金句 法官接连问控方 即使是车技很好的司机 若在公路上看见有猫出现 是否能及时刹车 即公路上出现一群 带着子孙在慢行的乌龟 来得及刹车吗 最后法官判决 认定案件存在缺陷 并对沈可霆说 你现在自由了